ECFA并不应该签呢 学界也是相当的关心 今天有一场ECFA的研讨会 支持和反对ECFA的学者齐聚一堂 研讨会的主持人前监察院长王作荣 他就指出ECFA谈判是不是黑箱作业并不是重点 而是国会必须要有强而有力的监督 而两位财经学者刘毅如和林向凯 光是就ECFA的签署后 台湾会不会边缘化和创造就业机会 在不同见解上都距离力争 并擦出了不少火花 让研讨会上级的一场学界的ECFA辩论会 说是ECFA研讨会学者排排座 但也很明显分成支持的做一边 反对的在另一边就像一场辩论会 下次欠ECFA对台湾产业和工作机会的影响 就因为学者观点不同 你来我往也擦出不少火花 有ECFA的话是重新让国际的企业 重新看到会看到台湾的价值 到台湾来布局其中的一部分 至于什么部分我认为市场会决定 台商都不在台湾了 请问外商为什么会来 所以外商也会基于同样的考虑 他不会选择在台湾投资 加上政府希望六月就能签订ECFA 虽然学者们都同意台湾走向开放的大方向 但是要怎么开放 以及在开放时程和政府的相关配套 也都让学者越变越起劲 去要求这个政府去做更多积极的事情 去把更多的签ECFA 更多的所谓的FTA 把它签出来 美国 日本 中国跟欧盟 这四大集团彼此有没有签 有没有在收要签 其实都找得很 而政府进行ECFA谈判 也引起外界质疑是黑箱作业 与会的前监察院长王作荣就表示 是不是黑箱作业并不严重 重点是必须有强而有力的国会监督 国境中华 所有中大关系国家前头的决定 都是黑箱作业 都是商务很多决定 没有一个就是 是黑箱作业的决定